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获得法国电影网站Alicine数值大赞演出典范 总是有个人在爱你剧照 图海鹏提供 以夏童总是有个人在爱你中文片名 出自张爱玲小说半生源京剧 电影描绘一心拥有自己人生的都会女子 却面对了职场与亲情的冲击 剧情叙述 单亲妈妈西威亚卡洛琳娜萨林 是是个顶尖律师 忙碌的她除照顾五岁儿子 更应和难搞的母亲 累提杀个梅兹 是水火不容 被诊断癌末的母亲 不肯接受她任何安排 甚至拒绝化疗 让她伤透脑筋 本身是知名女性主义作家的卡洛琳娜萨林 在总是有个人在爱你的 一边应付残酷职场 一边面对离癌母亲的情绪 精准而感人的演技难捏 让人不敢置信 她是第一次演戏 尤其她与饰演 母亲的累提杀个梅兹 母女对话 时而充满胆识 时而挟着情绪勒索 全片战线灵光 让人目不暇起 卡洛琳饰演的女律师西威亚 在片中法庭上所向无敌 但面对重病的母亲 却毫无招架之力 片中母亲坚持保有尊严 拒绝作话聊 一句早死早抄声啰 瞬间激怒女儿 回敬毒雨 你就捧着这份自尊 自求多福吧 这才让母亲重拾求生意志 她受不了 母亲闹脾气时 大呛你让爸爸 一辈子没好日子过 才是我们家最大的错误 真实生活离癌的 累提杀个梅兹 后来奇迹获得痊愈 而她与卡洛琳娜萨林 在电影 总是有个人在 爱你精彩完美的对话 也获法国电影网站 Alison数值大赞演出典范 该片也将为人子女的难为处境 刻画得真挚动人 不仅获美国烂番茄电影网站 94%的高频 更荣获美国芝加哥 国际影展最佳影片 金语国奖 and 她走了她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